老师们好,我是袁燕熙 我的十方式成长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成长一定有它的好 我想一个更本一点 就是我觉得只有长大了 你才有资格去谈论这些事还是好 因为我是一个更爱失眠的人 导致失眠的原因肯定是痛苦的 让你烦躁的 但是我解决问题最终的方式 肯定是在失眠的夜里去想亲和看清一些事情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不是那么的开心 但是结果一定是好的 我觉得成长经历过程中一切事情 无论好还是坏 其实它都是宝贵的 这些全都是丰富我们人生的东西 因为其实本来人生就是喜悠参半的 我觉得酸甜苦辣中的苦啊酸啊辣啊 我觉得其实和甜是一样的 它都是调味品 像我们现在成年人肯定是知道了忍耐 知道了等待 知道要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多个人 咱们温暖 什么事件